女主角发现自己罹患重病 向另一半交代重要资料摆在什么地方 男主角却选择装聋作哑 舞台剧5月35日由导演钟博渊 借由戏剧呈现六四事件令人反思的过程及故事 也强调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可能因为追求民主自由而失去家人 这些事件其实也都在提醒我们 这些持续在发生的人权侵害的现况 都值得我们持续的去关注 今年是六四的第34年 我想我们这次把5月35号舞台剧带来台湾 我们期待可以让更多的台湾人 可以了解1989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国际特赦组资台湾分会与小剧场合作 从过去的历史事件中家属的角度出发 讲述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 及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悲哀 让香港剧作家专媒演的作品 5月35日登台演出 演出当中也有用了一些所谓的台湾的禁歌 然后去讲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时间 那我们要如何在未来避免这样的事情 可以再发生 或者是我们要在它发生之前阻止它 这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 融合台湾当代社会与国际议题 台湾版本舞台剧给予过去的时空发生的机会 鲜明呈现血泪故事 该剧将在台首次演出 不仅回顾历史 也期许未来不再有悲情事件重现 记者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